到了到了 到了 有 有光 我真的很乖 我都沒有張開眼睛喔 這邊嗎 對… 會有人接應我嗎 會… 舉手… 好 要去哪 來…這邊來 我要交給你一個重要的東西 等一下 你是誰啊 我是這邊的教練 我叫做雷亞 這是… 這是什麼 你摸摸… 你看 你可以睜開眼睛看了 你看一下 這是什麼 你猜猜看這幹嘛用的 你該不會要我刷廁所吧 這… 再猜看看 洗臉 洗臉會不會太大顆 等一下 我們不是只是… 這裡滿空曠的耶 我該不會要這邊刷地板吧 沒有… 這是要刷我們家寶貝的 對 我們家有大小寶貝 等一下看到就知道 你說你的小孩之類的嗎 就是… 沒有…也有點像我的小孩啦 你可以看一下 不好意思 揍馬子 現在我要幫我馬子梳毛 請問一下怎麼幫馬子梳毛 你可以先用那個梳子 這個 不是…那個是順毛刷 所以不能平常這樣刷嗎 沒有 因為我們刷具其實有分很多種 我手上還有很多工具 像這個的話呢 有一圈一圈這個是 這個是要逆著牠的毛的方向往上刷的 那牠的話呢 我們會先 可以先用這隻梳 對 牠的中毛 所以你說牠瀏海嗎 沒錯 對 因為你知道我馬子就是 牠頭髮有點久沒有剪了 所以我知道有時候就是 知道有時候接吻的時候 就是遮到我們視線 我怕看不清楚我啦 所以我們現在先幫牠就是梳個瀏海 我馬子通常都逆來順手 這樣可以嗎 馬子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那我動牠瀏海牠會生氣嗎 不會 因為牠其實蠻享受這個過程的 就是你在幫牠梳的時候 也有幫牠按摩到 牠覺得感受到愛是不是 牠感受到你的愛了 那我想要幫牠整理一下瀏海 但這個毛啊 牠們有一些人 牠也會來要這個毛 牠們可以拿去當那個神明的浮沉 牠們覺得蠻舒服的耶 牠剛剛打哈欠 牠喜歡我幫牠綁瀏海 對啊 幫牠綁了一個辮子 跟我一樣 你知道 情侶都這樣的 還是妳要挑戰刷更大隻的馬呢 要 我們裡面有最大隻的馬子 在妳後方 我需要大隻的馬 我用 我們現在要先刷的話呢 就是沾到牠旁邊之後呢 這個啊 蜜毛刷要拿在牠的屁股的後方這裡 順毛刷的話是拿在前面 頭這邊 那這個蜜毛刷就要先往上推 往上推 把牠的毛裡面的一些髒東西推出來 然後呢 推完之後再用順毛刷幫牠刷順 把牠再回覆一個原來的位置 那這樣每天刷之後呢 牠就會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廣亮 我現在就來試刷看看 我要來刷妳囉 借我刷一下 好特別的感覺喔 等一下牠在剁腳之前的意思 牠有時候的剁腳是在要東西吃 要看牠當下的狀態 不要站在那個腳那邊對不對 腳的附近 然後還有站在馬屁股後方 因為站在馬屁股後方的話 牠看不到牠有一些四線的死角 所以就要很小心 有時候嚇到牠 牠為了出於本能保護自己的反應 牠就會踢軟 這樣很小心 牠那小的刷子是刷哪裡 其實是在幫牠清腳踢的 現在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示範這個挖腳石 我們要示範挖腳踢 對 牠現在呢腳踏起來之後呢 這個提勾的部分 我們會先用尖尖的地方 先把這個腳踢裡的髒東西挖出來 挖完之後呢 再輕輕的用這個刷子這一面刷 那牠這裡有一個V字型 這個V的那一側這裡 這是牠的體種 這裡比較敏感 你就不能拆大力 要輕輕的 不然有些馬腳痛的話 牠會馬上抽腳 就要小心 刷完之後就輕輕的放下來 好 給妳試試了 天啊 對 牠超乖的 所以妳不用拍 不用太害怕 牠的腳蠻重的 蠻重的 牠的腳蠻重 好 蠻重的 已經很久沒有拿過那麼重的東西了 還有我平常有的重訓 好玩耶 嗯 哇賽 那牠們平常都吃啥啊 牠們平常都吃飼料啊 跟甘草 那一般的話 看牠的體型多大 就吃多少 不然的話呢 也是會變胖 那有一些特別愛吃的 就會再要更多 好 我們會準備 等一下會準備 教妳怎麼餵嘛 真的嗎 走 好 我們要怎麼餵耶 好 我們現在要介紹怎麼餵馬 在餵馬的時候啊 因為牠的嘴巴裡 牠的眼睛很遠 所以牠是看不到 嘴巴前面的東西的 因此我們在餵馬的時候啊 手一定要伸平 伸平的時候呢 放在手掌心 再輕輕的給牠 你要試試看嗎 好 好 真的都是口水 我好久沒有那個 嘴唇在手上的感覺了 我的天啊 我們現在要玩一個小遊戲 叫做胡蘿蔔呼喚小馬 那等一下呢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站定自己的位置 我們有叫名字的時候 牠過來才可以給喔 牠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不能給牠 你要跟牠說沒有 然後請牠去別的地方 所以沒有就說沒有 沒錯 要吃就要喊 名字 牛奶糖 對 沒問題 對 牛奶糖 哈囉 牛奶糖 好 乖 我這裡還有胡蘿蔔 胡蘿蔔 胡蘿蔔 牛奶糖 牛奶糖這裡喔 神剛這家全台灣第一間 申請為休閒農場的馬場 不只有專業的教練 帶你認識馬兒 教練還會帶著你 零馬 前馬和騎馬喔 接下來進階的 舊空保教練 我該如何 我們要騎馬 有點緊張 我們現在要走了 所以你要放輕鬆 把你的身體整個放鬆之後 隨著牠的韻律 牠是 牠現在是慢步走 所以有一個四節拍的運動 四節拍 對 牠的左後腳 左前腳 又後又前 一共是四拍 好 所以慢慢地走 我就是世界王王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 江神是在控制他的方向 那我們如果要控制他的油門的時候 這稍微擠壓一下他的肚子 所以兩邊的腳都一起往他的肚子壓 這樣 對 我不敢壓太大力 再多一點點 對 牠這樣就會往前了 OK 對 那牠在往前的時候呢 你的肩膀要記得要稍微回來一點點 這樣 才不會趴到前面 對 這樣在做的時候會更平穩 那現在我們要練習 控制這個江繩 江繩我們在拿的時候呢 你先大拇指朝上 然後小拇指要夾進去 這樣子這個繩子比較不容易鬆脫 這裡有一個記號 這是一個基準點 你拉牠走 要慢一點的時候 兩邊就稍微往後拉一點點 如果說要大圈一點點 就是右邊稍微往外側開 有點像開門 來 右邊再拉多一點點 讓牠的頭轉彎 對 再多一點 像開車一樣 對 對 很好 很好 好 再回這 換左邊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牠痛 漸進式的 這還好 牠其實跟開車有一點點像 如果你只帶方向不加油門的話 牠就只會轉頭而已 對 就是N檔 對 好 繼續 好 再大圈一點點 來 右邊帶出去 右手 走 右手 再多一點點 再大圈一點點 很好 牠如果馬轉得越小圈的話 會越難騎 因為牠的身體很長 夠美喔 我們慢慢的站起來 對 這時候呢 你的右腳要往後跨 跨過來左側 先不要急得下來喔 好 手要用一點力量 對 好 這時候左腳要偷蹬 再上去一點點 對 很好 我衝到你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已經很棒 謝謝 成功你囉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Yeah 騎馬成功 有機會到神鋼 不妨跟教練 預約與馬兒互動的體驗 我保證無論大人 小孩都會情不自禁地愛上馬兒